芒果这一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我是芒果的姐姐Seline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意大利的住宿是怎么挑选的 如果你和我们一样 出国玩喜欢选择自住旅行 喜欢所有行程都由自己安排 喜欢把钱花在刀口上 喜欢平价旅行的滋味 那接下来的影片 跟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大解封的时刻 就是要去我们心心念念的欧洲旅行啊 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1月份 就买到超级划算的长龙外站机票 2月底要去吉隆坡旅行 5月底要去意大利旅行 一口气上半年就安排了两趟国外旅行 所以我们买好机票之后就决定等到2月底 从吉隆坡旅行回来再找意大利的住宿 再看看这两个礼拜我们应该要怎么规划 打算要去哪些城市 这些城市打算要停留几天 再来要去哪些景点参观等等 因为在疫情之前 我们有三次欧洲自住旅行的经验 想要知道我们之前如何挑选欧洲住宿 可以看这三支影片哦 我们有整理成一系列 所以比照之前找欧洲住宿的经验 大概心里就有个底一碗要抓多少钱 疫情之前的预算是两个人一碗 是抓2000块 所以我们这次在找意大利住宿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也是先设定两人 2000块左右 可是不早还好 一早才发现 奇怪怎么意大利住宿那么贵 而且是贵到让我们下不了手的那一种 上片各大病房网 像是Agoda或者是Booking等等 我都发现超多商旅饭店 甚至连一星级的饭店 换算台币要五六千块以上 就是整个疫情过后的通膨发挥 物价和房价整个都回不去 光是找意大利住宿 就让我们找到怀疑人生 其实在找住宿的时候 我们有仔细盘算 如果这一次的意大利住宿 都找两人一碗 换算台币5000块左右的话 哇塞 那我们这趟旅行总共要住14万 这些住宿费加一加 是不是就要7万元左右 再除以二平均一个人的住宿也要3万5台并 对于每年都要安排一次欧洲自住旅行的我们来说 意大利的住宿确实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可是我们机票都买好了 三不转也只能入转啊 所以我们就转移正地去M&B&B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符合我们预算以及安全的房源 那时候时间紧迫 因为我们只剩下三个月就要去意大利旅行了 只有买好机票 住宿还有其他的安排都还没有找 连火车票啊都还没买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两个人分头进行 各自去找米兰 威尼斯梅斯特雷 佛罗伦斯跟罗马的住宿 还有同时也查了法拉利号跟意大利国铁的票价大概是落在哪里 因为我们这几个城市都是会搭乘火车转程 最后皇天不复苦心人 还真的让我们在AMBMB里面找到这四个城市的世间住宿 虽然比我们原先设定的预算稍微高一点 但都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找意大利AMBMB有哪些需事先了解的事项 是一定要注意的呢 还有我们实际入住意大利AMBMB住宿心得也要一并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意大利找AMBMB的注意事项 首先因为每个人找房源讨量的点本来就不一样 是每个房源多少都会有他的优缺点 例如房源的位置 还有附近的交通方便吗 提供的设备有哪些 还有需要和其他房客共用 卫浴、厨房吗 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最后当然就是价格啦 像是我们可以接受自己使用独立的房间 但是厨房和卫浴都是要跟房东或者是其他房客共用 这部分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习惯和其他人共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AMBMB的网站上设定筛选的条件 就可以搜寻到独立未浴的住宿 或者是你想要找不用跟房东一起住的套房也可以 所以在这里提供我们找AMBMB会考量的点有哪些 第一个安全的区域 远离人多拥挤的区域 这次我们都住在住宅区 所以感觉上是蛮安全的 就是你在找住宿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 网路上Google其实就会有很多前辈分享哪一些区域是属于比较危险的 就例如像花山隆那哪里比较危险 尽量住宿就不要找那个区块 我们就去找比较安全的区块为主 第二交通方便 会考量附近要有公车站路面电车站或者是地铁站 可以先Google查询一下 虽然他一开始不会先给正确的地址 可以在搜寻房源时看一下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就可以用Google map稍微查一下 也可以用实景图去带一下 看一下附近的交通方不方便 我是建议一个住宿 至少要有两个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方便 如果地铁万一停时 我们还可以去搭公车有备案可以选择 第三价格划算在预算内 因为我们旅行通常一整天都是呆在外面 所以对于住宿的要求 我们是希望不要太贵 这是我们的首要考量 所以住宿价格我们尽量是抓在一晚两千上下 如果稍微多一点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 在疫情前真的都可以找到不错的方便 第四住宿品质不错 其实我们对于住宿的要求不多 只要在安全的区域 干净还有交通便利就好 第五平价要OK 建议大家在找A&B&B住宿的时候 一定要看平价 而且一定要看仔细 就是尽量每一个平价都一定要看 因为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端名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房源的房东还有住宿的品质 提供的设备好不好 第六挑选要有电梯或者只扛一楼的房源 因为欧洲有很多房子都是超过百年的建筑 不是每个房子都是有付电梯的 所以在找住宿的时候 一定要先跟房东确认 这间房源它有没有付电梯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电梯 你去到现场才知道这个房源在五楼 你要自己扛上去 会不会扛到弯腰 不可能意大利都只住一间住宿吧 都不移动去其他城市 如果你每间城市你都没有问清楚 每个房源都要扛行李的话 你真的会扛到崩溃 所以电梯真的非常重要 这一点在找住宿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还有我们这次是搭长龙航空 一早就抵达米兰 找米兰的住宿的 要询问房东 可不可以提早去寄放行李 是可以让我们提早去寄放 这部分你在订住宿的时候 也可以跟房东询问一下 基本上我们遇到的房东人都蛮好 都会让我们去提早寄放 可是这部分都一定要先询问哦 我们19年也有去维也纳 那时候也有找AMBNB 因为长龙航空飞欧洲的班机 大部分都是早上就抵达 基本上你一定要寄放行李 才能去跑行程 我们都有先写讯息去询问房东 可不可以提早寄放 我们这次意大利自由行 总共入住4间AMBNB 加起来总共是14个晚上 第一间就是米兰的AMBNB 从米兰中央车站来到这里 可以搭公车87号 或搭乘路面电车1号线 车程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 我们在抵达米兰的第一天 先入住一晚 之后我们就是接着移动去 维尼斯、佛罗伦斯、罗马 最后我们从罗马回到米兰 也是在同个住宿 住三晚 这间房间是空间最大的一间 我们有同时把两个行李箱打开 一个是28寸 一个是24寸 两个都打开喔 完全不会影响到走路 房间有附两张单人床 这边在一起 两边都有小边桌、桌子、电风扇、吊衣杆、衣架等等 我觉得算是布置蛮简单干净的一个房源 里面还有一大面对外的落地窗 所以采光很好 房东会附给我们 社区大门、房屋大门 以及房间门的钥匙 其实在欧洲的住宿 不是每一个房间都会附锁 也会附钥匙不一定 可是我们这次入住意大利的住宿 4间房东都有附钥匙给我们 所以在出去旅行的时候 就可以把房门锁起来 就不用担心放在房间里的个人物品会不见 在外面的公共空间有冰箱、微波炉 还有热水瓶可以使用 共用微浴药与另外两间的房客轮流使用 一次有遇到其他房客 其他天好像只有我们住在那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里有附电梯 不用自己躺行李 可是我们还是有遇到 电梯故障的时候 我们住的楼层应该是三楼 好险子康几层楼就到 再来我们也有事先询问房东 可以让我们寄放行李吗 因为我们是一大早 就抵达米南机场 房东人真的很好欸 他就让我们提早去寄放 我们入住的日期是 2023年5月21到22日 还有6月1号到4号 总共入住是一晚的费用是台币2495元 平均一个人只要1200多 接着就是威尼斯梅斯特雷的AMBMB 从梅斯特雷火车站到这个AMBMB 可以搭公车或者是用步行的方式走 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 加上拖行李的时间啦 就是会比较久一点 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房源一开始给我们的地址 是房东住的地方 先跟房东约见面 之后他就会开着车 载着我们还有行李箱 绕住宿的周围 会沿路介绍说附近的路面电车站 公车站的位置在哪里 还有哪里有超市 可以去那边买东西 还会介绍好吃的餐厅跟pizza店等等 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很特别的介绍方式 在市区巡礼结束后 房东就带我们去住宿的房源check in 就有很详细的介绍房间 还有共用的客厅厨房的一些细项 以及我们要前往威尼斯的交通和景点的推荐有哪些 他也都会跟你讲比较仔细 虽然房间小小的行李箱 没办法向上一间的房源可以同时打开两个 它里面的布置是很温馨的 该有的都有附 我们觉得这间房的优点就是它有独立的卫浴 所以我们不用跟其他房客轮流使用 这间客厅跟厨房虽然在外面 我们入住两个晚上也没有遇到其他房客 再来虽然这里没有附电梯 但是只要搬一层楼 对我们来讲是很OK 还有距离超市也很近 所以采买很方便 走去超市走去公车站牌都不到五分钟 从这里要搭车去威尼斯本岛也只要十几分钟的车程 而且也是可以用ACTV的交通票 就是你可以搭威尼斯梅斯特雷路面电车公车 还有威尼斯本岛的水上巴士都可以搭乘 在退房之后也可以寄放行李 因为我们是在入住的时候 有询问房东可不可以寄放 他就有多给我们一支小钥匙 就是仓库的钥匙 check out的时候行李搬去一楼 房东有一个仓库可以先把行李寄放进去 我们是2023年5月22到24号入住两晚 平均一晚的住宿是2148台并 所以换算一个人也才一千出头 真的很划算耶 如果想要省住宿费真的是要住梅斯特雷 因为他距离本岛一站的火车站 所以蛮紧的 你要搭火车或者是搭公车 进去本岛都很方便 接下来就是佛罗伦斯的AMB&B 这间住宿有附电梯 所以不用自己扛心力 距离佛罗伦斯搭公车或者是路面电车 大约10分钟 还有这个房源有特别标注 是要傍晚的5点才可以check in 主要是要配合房东的下半时间 我们从威尼斯移动去佛罗伦斯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诶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威尼斯多待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房源 也觉得这个房东很亲切 我们入住时他也是有稍微交界 也会有其他房客要共用一些卫浴啊厨房那些 觉得这个房间空间蛮宽敞 住起来很舒服 再来就是要前往旧城区 交通蛮方便的 因为楼下附近就有公车站 或者是步行大约7分钟 就可以到路面电车站 可以坐车到旧城区 去到佛罗伦斯的旧城区 大部分都是用步行的方式 不需要搭什么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我们买的单程票 就是使用从我们住宿到旧城区来回 一天只要两张票 再来我们那时候在订住宿的时候 这间有特别标注 不能有商业行为 所以我们就没有拍什么照片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房源的话 可以上ambnb去看哦 我们这篇文章都有把四个房源的连结附在上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这个房源就是照上面的照片是一模一样 我们是2023年5月24到28号入住宿 一晚的住宿是2713元 平均一个人1300多 最后这间就是罗马的ambnb 这间距离火车站稍微远一点 我们搭公车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才会抵达 可是它距离罗马竞技场是比较近 应该要走个20分钟左右 距离其他景点是比较远 还是要买交通票 这间房源也是有附电梯 我们入住的房间是大小适中 里面还有放盆栽 房东有提醒有空 记得帮那些花花草草浇一下水 不用每天浇 差不多两天浇一次是可以的 这个房源 需要跟另外一间房间的房客 共用厨房跟卫浴 看得出来它是比较有年代感 洗澡的水压确实会比较弱 没有干湿分离 只有用浴帘去围着 所以洗完照多少地板会湿湿的 是正常 房东它有附浴室的底点 就是让你吸水使用 还有提供简易的食物 像是鸡蛋、面包、麦片、優格、骨酱 我记得还有红茶包、咖啡之类的 住在这边我们都有自己做早餐 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有提供早餐的住宿 就觉得还不错 我们是2023年5月28到6月1号入住室 一晚是2673元 我们讲的是我们入住订到的费用 因为AMBNB其实跟其他的订房网差不多 也是会有淡忘记之分 所以住宿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自从2018年第一次解锁 荷兰站单的AMBNB就有初步的认识 不然我们在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平台订住宿 其实也是会啪啪的 第一次入住的体验真的非常好 所以也让我们在2019年定了奥地利维也纳的AMBNB 确实省了不少住宿费用 其实我们使用AMBNB的次数不多 疫情之前只有订过两次 这一次会全部都订AMBNB 主要也是因为意大利的住宿真的是太贵了 所以我们只能往AMBNB的方向去找 虽然我们找到的这四间AMBNB住宿 距离车站景点都有一小段都必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才可以顶搭 可是实际住起来感觉交通方面我们是觉得都蛮方便的 对于我们跑行程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 住宿的区域其实都蛮安全的 我们到天黑回家都不会觉得恐怖 还有可以在五六月意大利旅游旺季的时候找到这么划算的住宿 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最重要是可以省下一大笔的住宿费 比起住在旅馆我们可以省下一半的费用 把省下来的花费拿来花在餐费和占利品上面感觉很不错 而且你这些费用省下来可以多买精品包 遇到的房东人都非常好 以上就是我们入住意大利&B&B4个住宿的心得 分享给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也有不错找国外住宿的方式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记得订阅芒果这一家 开启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们每一支影片的通知咯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